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点 慢点啊 娘娘您刚才的吩咐 微臣不太明白 圣驾现在卫山 这京城自然是以本宫诏令为尊 你竟然还不明白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 李大人是我巡视门生 这些年我也没有麻烦过你 这点小事都不愿帮忙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自己的前程 微臣不敢 微臣不敢 谢谢大夫 怎么样 又来了一个 加上近两日出战的 这肯定是不同寻查 赤下阵只有咱们一家一方 根本处置不了 您看 事不宜迟 你赶快去荆诏阴府禀报吧 好 快走吧 你快一点 请 本府知道了 自会一律处置 你回去吧 是 你回去吧 五毒头 大人有什么吩咐 杜掌柜 张大夫 有日子没见了 今年新带来个徒弟 不长有时间出门 请问林姑娘在吗 在呢 好 谢谢大夫 都收起来吧 张大夫请 姑娘 林姑娘好 张大夫好 您到都城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镇上 近几日突发了许多热症 起得急 不适时宜 姑娘知道 我那个小医房 人手不够 能否 在季风堂 借几位好大夫 过去看看 多礼同发 有没有禀报 金赵营府 已经按规矩 禀报过了 急症 又是多礼 看样子不可轻视 姑娘慢走 二公子 您见好 您姑娘在后头吗 实在不巧 姑娘出诊去了 没有两三天 且回不来呢 我上次送点心来 她就说病人太多太忙 都不跟我说话 这次倒好 直接说出诊去了 她不是在躲我吧 二公子有脸面 但也不至于这么有脸面 我们家姑娘忙着呢 没事躲着您干什么呀 云姐 我近来没得罪过您吧 这我得好好想一想再回答你 那拜托云姐了 等林姑娘回来 您托人告诉我一声 都说痴人嘴短 我知道了 您看着呢 又一面发病的 来 要我好了 谢谢她 姑娘 镇上一站 有十多人全部发病 又有十多个 是 怎么办呢 爹 你快起来呀 老李佳大 爹 你跟我说说话呀爹 爹 你快起来 咱们一起回家呀 爹 你快起来呀爹 快 扶到药房 好好 当心 慢点 张大夫 你已经上报两天了 官府的反应不应该这么慢 看来要找人再去催我一下了 好 按大人的吩咐 赤霞镇通往咱们主城的路 已经牢牢封住 他们唯一可以出入京城的后山 也已经被阻断 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出入 好 你赶紧回去 记住 这件事情 你亲自读办 不能让外人知晓 是 小心 赵贵的 林姑娘呢 在后边呢 林姑娘 来 慢点 林姑娘 通往主城那条路 被官兵给封了 出都出不去 怎么去随京兆银府啊 那后山绕道去京城的路呢 也封了 也封了 走 看看去 走走走 看看去 太阳了 不容易 太阳了 赤霞镇已经被封锁七天了 直气已到 宫里也该有动作了 徒儿明白 徒儿 我记得你和师父说过 为师父你可以牺牲性命 万死不辞 这话 你可还记得 徒儿此心白身可见 自然是真的 师父知道就可以 你不能够 都这么多天了还没回来 他到底去什么地方出诊了 赤霞镇 姑娘出诊 十多日不回来也经常有呢 他会不会被什么麻烦给办住啊 如果有什么事 姑娘会派人来通知的 既然现在没有什么消息 说明病情可控 等姑娘处理好了 自然就会回来了 二公子不用担心 支下针 小心点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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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骑兵长孙大人 说 封进赤霞镇的兵室中 也开始出现了病人 而且 萧平经刚刚闯了过去 他去干什么 林夕在赤霞镇里面 这倒是个意外 玄池送来了吗 已经全部送往玄陵洞中未养 请长尊大人放心 绝不会误了您疗伤 很好 总算是回来了 咱们这趟出门可谓是旦夕不夕 其实您完全可以不必这么辛苦的 早些回来 赶紧把京城的事情给劫了 也好去北京替换父王 是 是 大人 此时解禁 我一定会蔓延 何时封禁 何时解禁 那都是上口的命令 兄弟们 撤 大人 聂心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终于来了 这到底怎么了 赤霞镇七天前就开始 发生瘟疫 在需要催促京兆营府时 却被封锁 现在镇子上的瘟疫 已经全面爆发 官兵还撤了路障 由着镇里四处逃散 你快跟我走 我不能走 这次病原不明 药品不足 我不可以就这么走了 此时 都别动 你怎么了 病原最初发作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快给我离开城 我不要走 我是大夫 面对这种情况 我不可以走 灵溪 京兆营府七天前就得到了消息 昆府现在的反应不正常 你赶紧回京通报 让他们派些人过来 那你呢 我自己会小心的 快去啊 好 我不去探医术 我直接去内阁 我直接去内阁 冷静 大哥 大哥 你回来了 你这一脸着急 出什么事了 七日前 京西赤侠镇爆发了瘟疫 如今疫情已经失控了 临夕怀疑经赵云府有意义 二公子 你松手 这成何体统吗 大人 您快看 这成何体统吗 怎么回事啊 李大人是朝廷的命官 此地是忠书重地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觉得你出身尊贵 又是皇帝的宠爱 你就可以 老夫以为 世子应该是个懂规矩的吧 平章原本也以为 徐大人位列朝堂这么多年 至少也该明白什么是轻重缓急 什么是黑白底线 抵毒瘟疫 满阵的人命 这是能强行压住的事情吗 世子是什么意思啊 京西赤侠镇爆发瘟疫已有数日 于谦然染病在里面等死 徐大人 是不是想跟这位浮影大人一样 说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二公子从哪里听到的谣传 京兆淫妇从来没有接到过消息 京西疫情 这可不是信口胡说的事情 此话当真 圣驾出行 京城是托付给内阁的 如今疫情已经失控 师父大人居然真的不知道 师父 什么是玄痴 玄痴 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灵蛇 只在我叶琴边缘 深谷中方有 师父费了十几年的功夫 才抓到两只 徒儿知道了 师父调痴的双骨虽是剧毒 但加上玄痴之后 便是疗伤之药 对吧 真是聪明 据我叶琴公学藏书记载 服侍双骨之水寒毒 可治四经六脉 之后再加以玄痴之胆重建根骨 常人若以此法修习 可以将功力增至十年之久 衰老病修者 可以就此骨骼强健增年益寿 如此妙法 师父怎么说不能传世呢 想来是因为材料太过难得的缘故吧 李大人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蒙混过去的事情 老夫再问你一遍 景熙是否真有疫情发生 回禀大人 景熙是否有疫情我真的不知道 但的的确确没有接到过 民间一家的通报啊 马上通知太常四卿 命令太医署 立刻赶往赤霞镇 查清疫情回报内阁 是 等等 再命令巡防营 加强京城介护 是 如果二公子所言属实 那么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掌控大局 至于 静照浮影是否失职 但等老夫查询之后 再行询问 眼前还不是追究的时候 不知世子是否同意 尋大人的意思是 老夫以为 先将他夺职巨押 等商办了京城急务 再行询问 是 但是凭京是首告人 寻大人询问时 别忘了叫上他 那是自然 当老夫大略了解了情事之后 定会召集护部和礼部会商 届时还请世子前来 京城若有大事发生 我长林府自然义不容辞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说实话了吧 二公子赶过去 实乃意外啊 下官本以为 此事可以悄无声息地封杀掉 可是谁知 什么意思 皇后娘娘 没跟大人您说吗 娘娘 大哥 不管内阁什么时候拿主意 制裁阵现在已经乱作一团了 我会命令留守京城的长林军 重新封进赤下镇 到时候你可能要再去趟赤下镇 和大家顺明清空 我现在就去 师父 长尊 行动时机 全由你自己把握 万不可大意 是 是 师父 都收拾好了 风波将起 我们也是时候该避一避了 都出去 兄长 兄长 兄长出什么事了 封锁消息 放任疫情 是你给李顾下的指令 你怎么会知道的 难道你阻止了 兄长 瘟疫本是天灾 无论赤下镇发生什么 都是借白神之力 替太子肚结 不可救治 不可阻挠 给太子肚结 浦阳上师说 大公尚未告成 你可千万不要插手 一旦半途而废 怕是要反事 浦阳医 你 我就知道是他浦阳鹰 糊涂啊妹妹 赤家镇疫情惨烈 不仅可以伴助他们的人力 目力 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 什么是炼狱 主城在声波乱 城内 必定会恐慌 到时候大梁朝廷 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很难挽回这个局面 此意已有潜力 并非不可防止 若非掌尊大人手段精妙 依照京城的警觉 断不会达到现在的效果 是 毒血还有多少 两瓶 城中四处 你们兄弟二人 可以随意投放 是 我知道 以子民性命即身 有违大梁为君之道 可是 可是官太子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凡提太子党灾之人 我一定厚厚抚恤 让他全家一生富足 妹妹啊 上次东宫失火 我料你行神难安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迷失到如此地步 这次你我能不能脱身都难说呀 我不跟你绕弯子了 你实话告诉我 这次听从你旨意的 是不是只有李姑一个人 是不是啊 是啊 我 娘娘 不好了 太子殿下突然间晕倒了 娘娘 娘娘 大家都是医者 不需要我多说了 我在这儿也待了几天了 只要用后山的泉水勤加清洗 不碰到病人身上的不洁之物 染病的几率就不大 大家跟我来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 多谢 是 凤内阁军令 前天愿濮阳英一党 聚众妄刑要挟之道 立即拒捕 是 是 民间季风堂的庶名医者 早在疫病之初 他们就在赤霞镇内 所以有关表征变化 诊疗传疑以及致死的情况 他们都了解得较为详尽 台医署正在据此核查旧当 看看之前是否有同等疫病爆发 为什么要查找旧当 好 大人 诊治疫症 常常要到后期 死亡人数甚多时 方能找到最好的治疗办法 如果 先人有经验可取 就可以保住更多人的生命 根据太医署的判断 赤霞镇的疫情 可不可能掌控 赤霞镇已经这样了 下官怕的事 是什么 大人是担心 这场瘟疫自赤霞镇起 却未必能在赤霞镇中 怎么 清城也有病历了 还未查识 但下官认为是 赤霞镇的消息封锁得早 里面的情形 知道的人暂时还不多 但是简简已有传言 一旦病历增多 压控不住 只怕 全城恐慌外逃 便在眼前 眼下情势还不明了 下官以为 尚不易忘作决断 不易忘作决断 病情突发 不管能不能控制得住 先要做好 最坏的打算 寻大人 圣驾 还在卫山呢 马上拟文通报卫山 请陛下暂不要返京 是 感谢 未经许可 遇到 该阅证则 事故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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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知道 感看 感谢观看 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 感看 感谢观看